贵妃安 听说昨儿 永和宫里的太医 跑进跑出的 皇上也去了 你离那儿近 知道何事吗 贵妃一向消息灵通 我还想问您呢 本宫还以为 贤妃那儿春色常住 一日也不落下 皇上自会告诉你 这谁啊 皇上欣赏的 就这么岁了 就一只玉钗而已 皇上赏得还少吗 小家子起 看清楚是谁了吗 看背影像是俗云 应该是没场在 主儿 别气恼了 别误了给皇后娘娘请安 臣妾请皇后娘娘安 起来坐下吧 谢皇后娘娘 今儿怎么来晚了呀 回皇后娘娘的话 方才从长街过来 主儿不知被谁的碾叫冲撞了 人差点扭了 连皇上赏得碧玉钗也跌碎了 臣妾当时实在不敢计较 怕误了给皇后娘娘请安 可还是晚了 请娘娘见谅 你无大碍就好 那没看清是谁撞的吗 奴婢看着 仿佛是没常在 方才是冒实了 差点撞到贵妃 你现在知道撞着本宫了 方才怎么逃得像一键风似的 本该停下来给贵妃致歉 只是有桩要紧事 不得不先来回禀皇后娘娘 所以对不住了 至于爹了皇上赏得碧玉钗 您到贫妾宫里随便挑选 陪您几支都不要紧 你是在跟本宫说笑吗 昨儿夜里永和宫就闹了一宿 今日又如此无礼 你别以为皇上宠着你 就忘了自己的身份 禀皇后娘娘 臣妾昨夜偶感腹痛 皇上传了太医来看 说是臣妾玉玺 已然有身孕了 这么快啊 不算快了 臣妾服侍皇上已有半年 若是半年都还无身孕 那定是 臣妾无福 梅长在 你快坐吧 谢皇后娘娘 这可是大喜事 只是 若是玉玺 怎么会腹痛啊 太医说 臣妾玉玺才越愚 臣妾体质寒凉 胎儿体热 有所冲撞才会腹痛 其实也无妨 好 臣妾也是因为 着急将这件事 回禀皇后娘娘 所以冲撞了贵妃 也不敢停留 还请贵妃娘娘恕罪 得了 才有了身孕 仔细些便好 万一磕了碰了 小心丢了这份福气 好容易得来的福气 怎么会就这么丢了呢 有贵妃庇佑 贫妾和孩子的福气 还长着呢 梅长在 你这是头胎 要格外小心 本宫会多拨些人 过去伺候你 缺什么药什么 尽管来说 这十月怀胎辛苦着呢 不过这辛苦也是福气 是 贫妾看贤妃娘娘 抚养大阿哥 费心尽力 这不是亲生的 都让且如此 若是亲生的 该何等艰辛啊 还是贵妃福气好啊 这没生养的人 总是看上去年轻些 你 好了 这有孩子的 果然高兴 没孩子的 也不必急 你们早晚 都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梅长在这胎来得好啊 若是个皇子 可是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呢 那可是大贵之子 成家贵人急言了 本宫这儿 也有桩喜事 要告诉大家 我这儿呢 これは 蓝心 不信 necess制 像伊鸫 所以婵言 rm市可得了 产养生我不轻 本宫会加倍给你 皇后娘娘 连心 王亲 忠义你取酒 这门亲事 是求也求不来的好姻缘 你可不能辜负了 皇上对你的疼惜 娘娘 皇后娘娘慈爱 连心高兴的 话都说不出来了 奴婢先带她下去了 皇后娘娘真是慈爱敏下 是啊 王亲可是皇上眼前的大红人 这门姻缘 配得上连心 现在最要紧的 是眉长在腹中的龙胎 眉长在 你可要好好休养 万不能有什么闪失 是 人家 女人 这门主 连心他无事吧 没什么事 可能一时想不明白 才哭了 让连心嫁给太监 是委屈她了 本宫日后 一定好好补偿她 王亲有体面 也不算是委屈了连心 能够为娘娘办事 她理应高兴才是的 你好好安慰她 让她一定知道 笼络住了王亲 就是笼住了皇上的心思 和脚步 奴婢明白娘娘的苦心 可是 娘娘真的不担心 没长载的身孕吗 这若是个皇子 可是个贵子啊 这孩子啊 若是他生得还好些 生母低界 这贵子 还能贵到哪儿去 没长在玉玺 怀上了皇帝登基后的 头一胎 皇帝必定欢喜 要是个阿哥 那便更好 在宫里 玉玺 有孕不算大喜 生下女儿 也不算大喜 平安得个皇子 才算真有福 这位皇子 定会跟太后宁清静 都说 母平子贵 有了这个贵子 没长在 定会封个主位的 没长在 友谊难相 不过 还没有过先帝的周年 有了喜事 也不必太张扬 福家 哀家有一尊 宋子观音像 您送去永和宫 叮嘱没长在 一定要好好安排 拜拜